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日观察 今天是第三批创业版公司的申购日 和此前一样,第一批创业版的企业受到了投资者的热捧 但是在今天的这九家公司当中 旗下寄居了众多明星的华谊兄弟公司 好像格外受到了投资者的青睐 华谊兄弟目前的往下申购已经超额了151.44倍 募集的资金已经接近计划的两倍了 华谊兄弟为什么在创业版当中受到如此的追捧 中国的影视娱乐产业是否也就此走上了一条解决资金的光明前途呢 今天我们将对此展开评论 两位评论员是向松作和刘哥 同时请大家登陆央视网、新浪网、搜狐网 以及腾讯今日话题来发表大家的观点和建议 稍后我们可能会关注到您的留言 首先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华谊兄弟在创业版申购当中的表现 第三批创业版九家公司今天正式开始新股申购 作为首家月上创业版的民营文化公司 华谊兄弟成为这次新股申购中的名气 作为这次申购的唯一一家文化公司 华谊兄弟本次领公开发行4200万股 木头项目融资规模达6.2亿元 创下创业版开闸以来之最 券商申购的热情远远超出市场预期 累计已申购数量高达12.72亿股 超额认购倍数为151.44倍 之前保健人中信箭头给出的估值区间 为23.8元至27.3元 其发行价最终定额在28.58元每股 而发行市盈率则高达69.71倍 华谊兄弟旗下众多的明星 一举成为亿万富翁 公司的董事长王中军和总裁王中磊两人合计持股 5780.4万股 仅以券商估计的发行价计算 这部分市值已经远超10亿元 一些分析报告预期 华谊兄弟未来三年收入以及净利润的增长率 将继续双双超过50% 对投资者关注的资产负债率问题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明说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迅速扩大 资金需求已迅速增加 近三年内公司经过三次增资破股 2008年底的资产扩债率为30.58% 华谊兄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 以前我们关注华谊兄弟的时候 更多的是他们推出了什么样的大片 或者是哪一个大腕又签约了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华谊兄弟他自己真正的成了名副骑士的明星了 那刘格你首先为大家解读一下 他是怎么成为明星的 或者说他怎么受到了如此的追捧 他受到追捧 可能还是由于他的这种 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财富效应 你想这么多 原来的大腕变成大款了 本身的话就非常的具有吸引力 你看很多以前我们知道的一些 比如是像阿里巴巴上市 那些员工从员工变成了股东 演戏演成股东的 那么现在还很少 我们是头一次听说 所以这种的话对公众应该说 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但是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华谊上市 确实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有人说的话 它是对资本市场来说是一小步 但是对于整个的文化事业来说的话 它是迈了一大步 它给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事业 影视传播这样的一种 行业来说的话 带来了一个新的融资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那么这样有了这样的一些财富效应 然后又有了这样的一个 对于产业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渠道 所以它自然会引起大家的这种强烈关注 刘哥你说的没错 明星它确实能够吸引眼球 而确实头上有很多绚丽的光环 但是作为投资者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这个资本市场上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 请不吝点赞atzatzeko